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子祥出席某活动 在采访时 他抬言 其实参加生生不息这样的节目 能够认识更多优秀的歌手才是重点 PK赢了也只是锦上添花 只有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港乐 爱上港乐 才能激发出更多的创作动力 再生更多的乐语金曲 而李文李健这样的社交牛人 段子手 到哪里都能给人带来快乐 哈哈哈 而舞台上的李克勤认真谦虚 总是很成熟稳重 他就是一个行走的CD机 一手清诚 音准分毫不差 气息充沛悠长 唱功可以用卓绝形容 当然作为一个老音宗人 比赛一开始 李克勤就把节目规则研究得透透的 田记赛马的策略 张口就来 前两天 李克勤出席某活动 在采访时 他抬言 有人说和港乐一起长大一起变了 有人说他陪伴了自己的整个青春 人会老 但哥不会 生生不息中的林子祥 李健 李文他们也是撬动乐女DNA 不少人也是特别想邀请自己的歌手做飞行嘉宾 就像陈奕迅最近也是间接上了热搜 哈哈哈哈 随后 李克勤调侃 前两天我还喊话谢霆锋 问其想不想来生生当飞行嘉宾 对此 大家也是猜测纷纷 而李克勤表示 谢霆锋说这么好的节目 他也是考虑过毛遂自见 但是看见林子祥 李健 叶茜文 李文 杨谦化他们 他这个四肢歌手到时看情况而定 哈哈哈哈 其实港乐的代表人物还有很多 比如许冠杰 张学友 郑秀文等等 港乐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档节目 更是需要从内到外的更新思维 希望接下来在选歌和编曲上能更用心一点 多给观众带来几首粤语好歌